我可以因為這件事 和世界各地不同的朋友交流 那你有沒有試過? 我試過可以在全場過千人面前做比賽 你有沒有試過? 我是李浩祥 我是香港花式劍球協會會長 劍球可以帶給我成功 是其他運動帶不到給我的 給了我很多機會 才一步一步成為現在的我 對我們來說 這件事也是一件運動 心態是決定一切的 其實最初我接觸劍球 是當它一個普通小玩意 我是在10元店買回來 我玩了差不多一年 我已經開始有品牌贊助 這是我從來沒有想過的 是台灣的劍玉協會 以前最開始的時候 它純粹寄一支劍球給我 拍完影片就交給我 所謂的一條影片不是一個花式 我去到公園和海邊 就是為了拍一條短片 可能它說 下一次給你三支波 下一次給你全套 甚至是它邀請我去台灣 做全職選手 就是我以前做亞時的 然後我想也沒想到 第二天我便馬上去辭職 就開始做選手 每天早上8點起床 練球 別人做劍球 我便是練劍球 我便會給他們一些意見 例如劍球 如何改善更好玩 所以每天的生活就是這樣 有些掛念香港 然後回到香港 在打這個世界盃之前 在台灣有一個小比賽 一路由初賽殺上去很順利 一點問題都沒有 大家都覺得是他贏的 突然之間我整個大落後 大落後的程度是 你當有十個花式 我打了一分鐘 都打不到第一個招式 就是不斷失手 你一怯就更怯 但到後期 一招、兩招、三招 追回 後來就是反超前 還贏了 都可以說得 有今生無來世的比賽 就是全場喊到瘋了 大家可能就這樣看 覺得這也是小玩意 但其實 你覺得我這件事 這麼無聊 這麼低能 你就來試試吧 如果你可以做到我這個程度 可能你不會這樣看 是 凡事都是 你願意用心 花小時間 放在裡面 可能你會發現到 有些不一樣的 其實我都很想大家 可以放下一些成件 先不要覺得它是小朋友的東西 最好 至少你不喜歡之前 不要緊 你試就先 你來找我 我可以改變你這個想法